山东队,队八一队 我是杨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国家平方球队南队的教练 也是世界冠军刘国正来到我们的解说席 那么今天双方派出的运动员有 第一盘是山东的吴浩,队张继科 第二盘单打呢是方博队王浩 第三盘的单打呢是山东的杨晓夫对雷振华 博正,今天在这场比赛之前啊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场比赛实力啊有所悬殊 就是说山东队都是几名小将 你怎么看这场球 这个今年解放军队对三名运动员是实力是非常 就是奇整的应该是 应该说他们具备了一定独冠的实力 然后山东队嘛,今年全国准备赛应该算是一匹黑马 因为他们也就一个国家一队的一种人吴浩 现在也算是年轻的预约 这是打得非常好 到现在为止也是一场没有输 特别是在半决赛的时候 也是拿了上海队两分 特别是三米二艰难的取称的王立晴 应该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吴浩是从去年07年在武汉举行的成运会 也是当时算一匹黑马 最后他是杀进决赛 然后输给了马龙 对对对 那次算是打出来了有点 那次他也是发挥不错的 特别也是在半决赛的时候 他再生了三米科 那么山东队呢 基本上全是年轻的小将 一个是吴浩 方博 吴浩是89年出生 对 方博好像92年吧 方博对 现在是在国家二队 二队 方博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还是不错 特别是在前段时间刚举 在山头举行的一个全国少年调赛 他自己也拿到了自己的一个单打的冠军 而且杨晓夫 杨晓夫应该是以前在国家一队带过一段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被称为黑马的小将吴浩 在近年来进步非常的明显 目前呢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进入到第四天 现在其他的名次都已经决出来 获得第三名的是上海队 第四名的是江苏难队 第五名是北京难队 第六名是广东 第七是四川 第八是广西 这是前八名的成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决赛 第一盘的单打 八球的是张继科 我们还是请 何正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的技术特点 张继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特别今年在 在今年这一年的一系列的比赛中 还是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特别是在今年的超级运赛中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带着 就是以自己的主力的身份 带一个队去打一个超级连赛 而且是打得非常好 他们队也打入了前四 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能有机会争夺冠军的一个机会 他整个打法风格也是 正反手的 胡言球为主 也是比较舒服 在于他的速度力量是比较快的 特别是他的力量 所以一般选招跟他打的时候 都感觉他质量就特别高 没错 吴晃这个年轻队人嘛 应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得不错 他的打法特点呢 也是打法比较全面 但是说特点还是不够突出 特别是因为毕竟年轻嘛 还得必须经过很多比赛来 所以磨练才行 八一队呢 在小组比赛是战胜了 三比零湖南 三比零广西 八分之一呢 是战胜了辽宁队 四分之一呢 是三比零胜了广东队 半决赛是三比零胜了江苏队 等于现在八一队一场球没输 对 一盘没输 好球 因为八一队的三个人 在任何队都会打一号 对 对 他们三组成到一个队里来说 应该是 别的审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基本上他们跟每个队打的时候 他们显然是略上风一点 没错 他是三省合一的一支队伍 张继科原来来自山东队 雷静华是辽宁的 对 在各个省都是自己的 都是一号指定的 因为这几年的全运会是采用的双计分制 金牌计算方法 所以解放军队的某个运动员获得奖牌后呢 将被算作两枚 双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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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计可以上来打的还是不够细 可能对这场球准备的不够充分 以往可能跟吴浩打的是胜多负少 但是这次吴浩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因为到现在他也影响很多输 特别是迎完王林琴 作为一个年轻的队员 没迎王林琴那么大主力 应该是对他世界上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飞跃 是的 判底科据了解他在前几年可能比马龙的球还要好 对他们在二队的时候 他俩打的比较多 一些少年比赛 一些世界的少年比赛 他都是在马龙 赢得多吧 但是后来好像因为自己的一些表现的原因 后来回去了一段时间 对被调整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打到了全国准备赛的前三名 然后直接又回到了国家一队 我想现在的张蒂科会越来越成熟 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年轻运动员 机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有超义联赛 完全是充分去锻炼自己 因为超义联赛都一张球材 观众都非常的集中的关注着他们 对他们锻炼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那五号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超义联赛 他是代表宁波 宁波海天 海天 打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张蒂科激发球的办法不是太好 比较单调 好 五号的球 从现在来看还是挺细腻的 对 我显得五位数我特别少 还是阵手有一定的杀伤力 特别是在对拉的时候 因为对拉对于张蒂科来说 应该是他是比较上风的球 没错 现在十一比六 吴浩先拿下了第一局 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决赛 好 观众朋友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第二局 这次的确就像刘过正介绍的那样 山东南队像一批 非常有力的黑马 凭借五号一个国家队的国手 冲进了男子团体的决赛 我想很多人是不是都没想到 对 但是 这个可能跟他们一定的运气 而有一定的关系 抽签抽的比较好 那我想在这个 偶然的抽签当中也有必然的实力 他们前面跟哪个队打都是3比0 一直打到前四的 山东队在八分之一的时候呢 是3比0胜了浙江 四分之一呢 是3比0淘汰广西 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 他们3比2战胜了上海南队 当时是吴浩拿两分 两场单打 一场是胜了王立琴 另外一场是胜了张阳 特别在第五场 可能在001落后的情况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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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想 这两个运动员在打这场比赛的心情还不一样 因为张继科 他原来是属于山东队的队员 对 那作为年轻的运动员现在 呃他们眼前最重要的是 尽快的争抢这个位置 四年一个周期过去了 对 可能大家要重新的去定位 需要大家用成绩来证明 对还有现在整个一系列的竞争 还是比较多的 应该说他们每个年轻运动员都是有一定的机会 从这局上来说应该说张继科还是有一定的变化 可是从批发球上来说不异味的全是白准 可能有时候直接批偿其能相持 然后从自己的发球上来说 以往上一局老是发到五号的正位位 所以这一局主要是发到五号的反手位 比较强 那像我来说到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好 大家看这是一板侧身拉前冲的球 这个动作有点一板过的意思 对 就是算得比较准 五号的这板球是非常好 自己主要发到一个侧向 等张继科挑 挑我反手反手直接撕 挑我正手就可以全台拉住 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7比3 张继科领先4分 第一局是五号先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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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正这几分球开始的时候 可以说是关键球了 如果这局张继科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么将面临0比2落后 0比2落后的话 就算你身体再好的话 也不一定能追回来 没错 5比7 张继科在7比1领先的时候 还是显得人抠的不是很细 所以说这两球从整个来说 准备可能是不是很充分 感觉自己状态不错 按照他们发挥应该赢他没问题 有点轻敌的那种事情 对那比赛啊 张继科赢的比较多 对 好 好 发球是比较关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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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着 等于您的是双方的第三局 我想今天这两个运动员状态都非常好 因为他俩前面也都一场没输 这种团体赛的赛子 有一场不输打决赛的时候 每个人水平都是非常相近 因为一个人的心气上来 他整个状态提升 他的球也有可能会加两分 涨两分 是的 张提科在半决赛对江苏队的比赛当中 是3比0轻松的胜了陈启 此后是王浩3比0胜善明杰 雷凤华3比1胜了凌晨 进入到了团体的决赛 好的 五号整个拉球的动作相当协调 身体显然还有点单薄 身体显然单薄 还有整个的实力看上去还有点单薄 但他从他一旁往训练 从上一队的时候 他这个人比较踏实 不管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 训练也是 其实他刚上一队的时候 整个的球也算是一般 经过自己 我跟自己主管教练 秦志俭教练有一些沟通啊训练啊 那到今年这一年 球是长得比较快的 是的 他是06年2月进入国家二队 一年以后就到了国家一队 目前在秦志俭教练这个组里面 有点赞 许志俭教练 这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我想也是给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惊喜 因为都是看到一些年轻的陌生的面孔 更能够看到我们整个中国乒乓球的整体水平 或者我们省市一级的 或者是国家队这个新生代的水平 年轻队员的一些表现 对 比较突出这一次 而且呢他们有时候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舞台 对 这种全国性的一个比赛来完全的证明自己 对 好的 还有 反手放 五号再放 反了 哎呀没劲 这还是力量不行 对 五号的状态是非常好 而且他现在不管跟谁打他心态 位置摆在里面 因为都是以拼的一个姿态去比赛 所以他的整个球啊 整个的状态都能完全的释放出来 没事 那年轻运动员呢 他经验差一点 所以呢 他有时候你比如说第二局 就像刘国正分析那样 他不能够跳出来全面的去看问题 可能张继柯的这个情况比他更危险 今天张继柯可能不想输 他感觉自己水平比较高那么一点 他可能就那么饱了 所以这就是年轻运动员从水平低的一点 那么冲击水平高的一个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两边一衡量 其实两边等水平差不多了 机会是我们完全没有把握住 如果这一分赢了他六比四的话 自己拿把球完全可以控制住这一局的局面 这个球五号侧的有点早了 对他原来反省了一把加完利以后有机会出来 五平回短 张继柯的球可能整体技术 综合技术确实要比五号稍微好一点 显厚实 显厚实 每一板是质地有声 力量非常强 从他两个这种表情上来看 有感觉像张继柯的信心要比五号更足够一点 对对 五号好像显得还是在场上很慌张的感觉 张继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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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往往开运动员从眼神里面看 就知道他对这场球的信心有多大 是的 但是看他发现变好还是像一个高拋的侧拳 一个低拋的张继柯 劉卫生你觉得像张继柯这样的运动员能不能借助近期的一些表现象 像平朝联赛 像全国体验 能不能延续着 一直往上冲到底 这也还是 看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他自己 有那么远大的一个目标 远大的要求 应该靠他的一些 一个发展的区域 生理事务 这方面的全面性 应该还是有机会 就他自己可能 这段时间啊 表现得不错 我歇一段 可能就感觉 缓一段 我可能缓 然后再去冲 可能这个劲儿下来 再想去找这么好的状态 就不是那么容易 要抓住这个时机 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每一次时机 现在 呃 精神上 神经上这根弦呢 一直要绷得很紧 现在比分是6比9 现在张吉科的主管教练 是中精勇中教练 应该上次跟中小说 聊一下也是说 说张吉科现在变化非常大 看见他以前可能有时候 他课啊或怎么样 他可能都不听 他现在有时候统统跟中小 还回想播出课 然后一打直线的时候 别人可能打一分半 他也会打两分钟 说明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提高了一个导致 也自己认识 要求 对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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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精神 以前年龄小 可能也贪玩 看不到这些东西问题 好观众朋友 我们接着为您介绍 吴浩和张继科的比赛 今天八一男队呢 是力争未免三连冠 因为在2006年和07年 八一解放军队呢 分别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冠军 好球 或者你说现在这个吴浩的球啊 是不是有点单调 就仅仅是和张继科拼力量 我觉得他整个的战术运用呢 不够明确 打到比较单一 可能自己发安侧上 等到别人挑回发安转 等到别人摆转 然后自己再回摆 这种战术上的变化不多 一旦张继科适应了以后 然后他想摆脱出来是非常困难 因为他自己的能力 还是有限 八一男队呢 今年在拼超联赛当中的成绩 不是太理想 你看他现在几把球 写的办法都不多 张继科又一个第一抛 一个钻不钻到了反手 一个测拳到了反手 钻不钻他怎么挑不了 一板就半出台 然后张继科冲他 他测拳等着 吴浩去拉扯他 形成相识 就形成主动的相识以后 吴浩也显得比较被动 因为这两个选手啊 他在决赛一开场的时候 他总是有一种那种冲劲和兴奋劲 在场上 那么打到第三局第四局 现在就需要打内容的时候 就要实力了 就要实力 另外要控制 还有反控制这些东西比较多 现在走的就是张继科 基本上能够锁住这个五号 整个局面完全被张继科控制了 是 其实刚才第一个五号的时候 发的挺好 发一个长球 应该打三四局吧 第一个发一个长球 就把张继科注意力整个往下签了一下 但这变化变化 还有点满 有点晚了 嗯 但是实力现在明显得显示出来 没错 你一两下弄不死我 我不慌啊 然后我只要我一转过来 就能够吹 看起来相当的强悍 对 大家对张继科的了解和认识 可能没有对像马龙这么多 其实张继科和马龙呢 基本上是在一个年龄段 都是八八年 八八年 而且他们俩当时的水平 差不多 甚至张继科有时候还比马龙好一点 他俩一块是从少年一直到国家二队 都在一块上国家一队 都在一块 从前期来看 比如说小时候 少年的时候 应该是张继科略占上风一点点 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是张继科呢 有点停滞不前 对 马龙各方面是非常勤奋的 他有时候在国家队练完以后 甚至晚上到北京队继续补课 一天练三节 张继科统练就贪母 反而意识不到 那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也比起 也还小在二十岁 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现在比分是五比二 张继科在第四局领先三分 张继科有时候振手拉球 有时候节奏上的控制还不是很好 感觉这力量太大了 有时候可能还没有把这力量完全的控制住 但这种球里 把弧线拉好一点上台也是非常主动 毕竟先拉了别人的反手 五号线显然没有办法 不想长出发长手 造成自己的一些失误 三比六 0 5 5 4 2 3 59 9 7 7 9 9 我说你现在看了这个全球锦标赛 总的男子品赛 你可能看了多一点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从无机椅子 就试打 就打了现在运行以来 到现在应该来说 各方面的适应成功 那个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像一些王浩啊 马林啊 甚至马龙啊 这种桑尼科啊 这种水平略高一点的运动员来说 他的整个的成绩的稳定性 还是非常好 但是现在唯一一个问题 就在于有时候可能 在处理球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变化 因为毕竟的力量啊 包括旋转都一定的下降 特别是王林琴 在这次比较当中 他在阵守的杀伤力 折腾力 明显就有下降了 而且很多人在于自己机会的时候 自己没有得分 反而造成自己的失误 你就是跟无机也有关系 对 无机转也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 还要有一段的适应期 国正我想通过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吴昊来说 还可以总结很多东西 对 所以整个的实力上来说 他就要去考虑他自己的整个的担保 还是像他现在打一般的选择可能够了 但是真正打像张吉克这种很实力的人 他想要力的担保 战术运用不够 如果他其实在战术方面多运用 多有几种战术套路来打张吉克的话 也是有一定 也有赢的可能性 他只不过想到太单调 阿球基本上就在扒当张吉克的反手回 张吉克手第一局上来 基本上没有用反手接的手 他上手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是 张吉克 这个单薄啊 其实我们所说的意思 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如果感觉太厚实 你觉得一板比一板重 一板比一板有力 然后五板六板七板都可以坚持 对 他能力非常强 能力强 有的是一两板就感觉薄了 张吉克呢拿到了局点 对 同时呢也是 这场比赛的盘点 10比6 好球 张吉克 他这个四球打得有点学义了 还有一个大级分的领先 最后一个球他可能想 来一个漂亮的 漂亮的收尾 对 比赛他就是比赛 不能追求漂亮 这时候还是要稳定了点情绪 对所以就好像 王涛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这个时候体现的完全就是一种心灵 对 球没问题 前面一直打得很好 如果下面出现问题 那肯定是心灵 他就10比5里 感觉已经肯定没问题了 我可以还一口气了 然后手上松了一下 一下三分 因为现在11分赛子 每一分每分非常快的 因为两个发球嘛 你自己发球输两个 面前自己激发球 就比较被动的一个环境 很容易被人拿两分 所以四分出去了 所以现在有些队员 还不太会抠这种分 那马林为什么 打到现在的位置 还能在顶尖的水平上 保持很稳定 他每分每分 他都抠得很细 没错 10比8 11比8 这样张继柯 3比1 战胜了山东的小将吴浩 为八一解放军队呢 在全国平方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决赛当中呢 先取得了第一分 那么接下来第二盘的单打呢 是由山东的方博 对解放军的奥运会冠军 世界冠军 因为我们在学习军 是顶尖的方式